新竹有一名被警方列管为这个被列管的彭信男子 由于他的行踪相当的可疑 警方呢盘查他一开始他还否认车辆是他的 不过后来警察从他的身上搜出了一把钥匙 能够轻易的就遥控车辆中的中控锁 彭信男子眼看情况好像不妙耶 转身就想逃 不然警方最后是追了他100公尺把他拦下 他才坦诚车是他偷的 而且车上有毒品 那刚好可以打开你就说我的车子 遇见警方盘查男子否认车子是他的 但就当园警准备打开车门 男子神情紧张让警方怀疑有问题 你这样开人家车子可以吗 是不是你的车子的 这不是我的车子啦 越说越激动最后男子还跟警方呛下 现场气氛顿时紧绷了起来 你这样开人家车子 你那么激动干嘛 我又要不要啊 不是你的 不是啊 不是你管我怎么弄 那不是这样啊 你们这样收人家车子可以吗 见远警开始搜车子 男子竟然就往另一边跑走 警方见情况不对 立即追了上去将他拦下 检视他车上的东西 当场起货 安非他命1.51公克 彭信嫌疑人他也表示说 那部车子在前两三天 在宝山乡却取而来 21号凌晨远警盘查 心机可疑的彭信男子 在他身上搜出了一把钥匙 发现可以打开对街的一辆轿车 因为车内藏有毒品 男子诡异的行径更露了线 让他最后只能乖乖认罪 记者严日龙 伍宇宗新竹报道